是整形的時候有告訴你嗎 有 有 但是我反對 你反對 為什麼反對 因為我本來我就不大喜歡他去整形 因為我是覺得好好的幹嘛要去弄 對啊 因為他是我兒子 當然我個人看著會覺得蠻好看的 好看啊 帥啊 真的兒子很帥 我自己會這樣認為 所以說我不喜歡他有任何的義務在他身上 我也會怕有一點點危險性 但是他後來他還是我是這樣反對 畢竟他沒有跟我坐在一起 他下一次回來的時候就已經這樣了 那他這個墊完鼻子回來以後 你有立刻發現嗎 因為 有 但是不是很大的那個差異 但是我還是很不高興 還是很不高興 但是問題來了 敲鴻媽媽 如果下次他又說想要去弄別的地方 那你會阻止他嗎 基本上我從頭開始就一直在反對 就反對 但是因為他現在年紀比較大 我可能管不住了 我是這樣子講 但是還是要在他自己 但是我很希望他說他 因為他不需要我 我的意思是說他不用靠他的那個臉 外表來 對 外表來 我是覺得他說 你自己很拚很努力的話 就會有很多的成功 對 所以說我不贊成他說 一定要靠外表來舒適 哪 某一方面 那個精力為什麼不去花一點時間 都可以 放在本頁上面 對 或是去做一些對你本身有意義的事 好 喬鴻 那經過了這次的事件 你自己也坦誠說 那就不好啊 就是我整了鼻子以後 跟改運也沒有關係 你現在有一個東西在裡面嘛 對不對 你植入矽膠嘛 對 你有不舒服的感覺嗎 我的鼻子是 我這裡有一根矽膠進去嘛 那我前面這邊 是那種我耳朵的軟骨做的嘛 對 那我做這個手術的時候 他還雙骨合一的耶 對 那我做這個手術的時候 我鼻子完全沒有痛 那我耳朵很痛 但是我鼻子完全沒有感覺 對 好 這個是喬鴻的這個經驗 就現在的很多的男女 尤其是男生 他對於三根很重視 其實我們再來看看另外一位 好啦 這一位呢 又是女兒了 我們來歡迎Rachel跟Rachel的媽媽 歡迎你們 今天來的 我覺得都是這個帥哥美女啦 Rachel長得也很美啦 那你這個是手術後 你是動了哪些地方呢 其實我動很多地方也 喔 來來來 一一報名上來 就一開始的時候 是先做 封那個雙眼皮 那個時候大概高中的時候 高中就去封了 對 因為我那時候就是一單 然後一個是淺淺的雙眼皮 嗯哼 所以覺得很沒有精神 嗯哼 然後那時候就一直 爐媽媽帶我去 因為你帶來了這張照片 這個是跟眼睛有關是不是 呃 這個是跟什麼有關 都有眼睛然後瘦臉 風唇 你動這麼多東西之前 有沒有徵詢父母親的同意 雙眼皮有 對 雙眼皮是最單純的嘛 比較簡單的 那其他像微整型這些 跟我後來還有做抽紙 Rachel媽媽 她去做抽紙之前 有沒有跟你討論 完全沒有 完全沒有 偷偷地去做 對啊 那如果她有事先告訴你 你會怎樣 我一定會反對 一定反對到底 因為她不是很胖啊 對啊 對啊 你去做的時候請問你幾公斤 Rachel 大概48吧 太過分了 不是那微調 微調 所以媽媽她做了以後才 被你發現了嗎 還是她坦白了 沒有啊 回來的時候她就是 怪怪的 因為她很痛嘛 痛 對啊 女兒跟你講說 我去做了抽紙 你的反應是什麼 我非常生氣 非常生氣 對 然後我非常傷心啊 你跟Claudia的媽媽是一樣的 做媽媽的心情都一樣 對啊 你有講什麼給她聽 我就跟她講說 身體發膚啊 受制父母 對 以後絕對不可以再動 抽紙的手術 對 你覺得你是怕危險性對不對 對啊 很危險啊 對很危險 因為抽紙 有一次我們有一個醫生在這邊講 抽紙最嚴重可能會死掉 對 因為她有全身發病 是不是 薛醫師 抽紙跟融入 它是危險性比較高的一種手術 基本上她最容易擔心 因為她需要全麻 所以很容易產生肺酸塞 血管酸塞 所以她最重要的一個危險性 就是可能會死亡 所以她是完全沒有預警的 對 一旦發生 她死亡率高到50%以上 不需要找這個專門的麻醉醫師來做啊 像 我的認知裡面好像需要 還有專門的麻醉醫師不是嗎 目前法律規定是沒有這樣子 一定強制 但是我們一般 我們都希望小心一點的話是 在插管的手術 我們一定會要求是 麻醉醫師一定要在 那如果說像抽紙或是雷射融紙 我們都是很短的手術 半小時就可以結束的話 對 我們會是麻醉護士來幫忙就是可以的 好 那現在醫美的這種麻醉的這個部分 是用什麼樣的方式 跟一般那種 比如說醫療院所動的那種大刀的 麻醉方法是一樣的嗎 最安全就是要插管 因為它是可以把你的所有生命真相 都是監測得非常好 插管 是要什麼插管法 佳萱聽起來有點害怕吧 做氣管插管 就是保持你的呼吸暢通 從嘴巴裡面進去 對 保持你的呼吸道暢通 讓你的血壓很穩定 對 讓你是就像起飛降落一樣 是有人在監控你的 所以那個生命跡象會顯現在一個醫器上 對 請問台灣的醫美診所有多少有這種設備 大概20%是有這樣的設備 80%是比較難的 你看看 20%若全 其實申姐提到就是醫術的問題 其實很重要還是個醫德的問題 對 就是說這個醫美的醫師 他其實有時候跟救病患的醫師 救命的醫師不太一樣 因為某一些部分 其實大部分可能像薛醫師這樣 就是很專業有一些判斷 可是有一些醫師為了要能夠做生意 或擴展自己醫美診所的業績 所以他會一直不斷地 以業務導向的方式來跟你講說 你這邊要怎麼樣 你這邊要怎麼樣 他可能為了不只是你變美而已 對 他是為了讓他的業務能夠更好 對 那我覺得消費者自己有沒有這個能力去判斷 反而就很重要 因為其實每次每個人都有權利去追求的 但是你是不是冒了一個很大的一個風險 或是做一些不必要的手術 那我請教一下 剛才的Rachel 你在進行麻醉的時候 有麻醉醫師在旁邊嗎 有 因為我去的那間診所 就是少數有麻醉醫師的 所以你事先有做功課 還是你有要求 有 其實是那個醫生 因為我是找那個醫生 那我知道那個醫生 他是不接受麻解的 他只要麻醉醫師 要不然他不會開刀 因為他覺得這個是風險問題 風險問題 對 所以我覺得就是很安全 對 那你去的時候就是你一個人單刀附會 有沒有朋友陪你去 有啦 有朋友 那媽媽不知道 對啊 現在媽媽才很生氣啊 對不對 那她有同意嗎 而且她剛剛講那個鼻子 我才知道她有做過鼻子耶 因為我都不覺得啊 不是就微調 就微調 對 微調 因為我都不覺得她鼻子有什麼改變 對啊 她長得已經很漂亮了 就一點點啦 一點點啊 我不覺得咧 所以你看看你做鼻子媽媽也不知道 現在媽媽講得有一點火氣上來了 你可能要懂 我已經聞到有一點火藥味朝這邊過來了 對啊 你只有一個女兒嗎 兩個 大女兒就是都沒有動手是不是 完全沒有 因為她很漂亮 你看你看 所以小的就會覺得 Rachel 你就是覺得姐姐比你漂亮 對 哇 Rachel媽媽 她說姐姐比她漂亮 她從小就這樣講 嗯 那你覺得呢 我覺得兩個都很漂亮 就是啊 那你的先生呢 就是Rachel的爸爸呢 他不會反對啦 喔 爸爸不反對啊 對 那完蛋了 Rachel媽媽媽你以後就勢丹力寶了 因為這個Rachel 她有爸爸做靠山 對啊 對不對 那怎麼辦呢 其實她做了以後我覺得 她真的變很美了啦 啊 所以說